传播金融知识,分享价值干活 大家好,我是小鱼儿 经常有朋友问,信用卡积分有什么用? 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下 信用卡积分是各家银行会鼓励信用卡消费而推出的一个奖励措施 比如你刷卡消费100元,就给你100积分 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,可以在银行网站兑换各种礼品 但是很多人不在意,白白浪费掉很多信用卡积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有的银行信用卡积分会清零的 有的银行一年一清零,有的银行三年一清零 如果你不去兑换,那不是白白浪费掉了吗?便宜了银行 那下面来说一下信用卡积分的用处 一,兑换年费 如招商银行的白金卡,可以用1万积分来兑换年费 二,用银行信用卡积分兑换各大航空公司的免费里程 生仓服务,投动仓服务等 假如你有一张白金信用卡,里面有50万的信用卡积分 可以兑换2万航空公司的里程 差不多就是一张北京到海南的经济仓机票 三,可以去兑换一些小礼品或者生活用品等 如水杯,钱包,拉改箱,餐具用品等等 这个种类很多,大家可以自己到银行官网看一下 四,在银行合作的企业消费享受折扣 如在京东购买东西,可以兑换京东现金权益 去加油站享受折扣或贷金券等 好了,关于信用卡积分的用处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,欢迎点赞,关注,下期见